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就是这一堆堆脏乎乎毛次次当废品都没人要的贝壳 在手艺人的眼里却是价值连城 经过工艺大师的一番加工制作瞬间变成五位数起步的艺术品 制作出的成品璀璨夺目精美绝伦 在爱好者眼里它是奢侈品 在收藏家眼里它是艺术品 看到最后才明白什么叫做传统工艺里的一件瑰宝 不得不佩服手艺人们精湛的手艺和精彩的创意 只见师傅先将一片片贝壳分割成小块 并将小块贝壳粗糙的两头切割去除至保留中间的精华部分后 将它们放入机器进行研磨 其作用是通过十几遍的精细研磨将每一片贝壳打磨成纸张一样的厚度 如此便可以将它们放在两块铁板的中间进行挤压 同时配合高温蒸竹使贝壳软化 用意将它们从弧形压成平面从而方便后续的加工制作 而这只是材料处理的第一步 作为一项传统工艺它的制作要求相当之高 随后还需将挤压平整的贝壳一片片以搓缝的方式重叠粘贴成一张四纸大小的整体 并确保连接紧凑不留一丝缝隙 随后将几十张这样的整片再次放入机器中进行挤压 以使它们连接稳定熬熬 至此材料就已准备完毕而真正的技术才刚刚开始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猜到它们正在制作的是什么呢 接着师傅将图形纸片按照花形款式剪裁成各自单独的一块块 用以作为对贝壳进行切割加工的模板 并将它们仔细紧密粘贴在几十张贝壳拼成的贝壳砖上 这样的粘贴看似简单实则相当考验师傅的技术和经验 作为下料环节拼贴的不够紧密就会造成材料的极大浪费 随后就可以将贝壳砖用线距按照图形模板的轮廓进行切割分离 以取出每一个图案的单独模块 为了让其更加生动立体还要对空白部分切割去除形成镂空造型 每一块的切割都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到极致专注 毕竟一个不小心整个材料都得报废 不过经验丰富的手艺人经过几十年的技术沉淀 手法早已精湛娴熟闪转藤挪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没有一丝卡顿 很快它就将所有的花形图案全部切割完成 一个个造型精美雅致颜色浑然天成 为了让每一片贝壳从砖体上分离 接着要用热水对它们进行浸泡 浸泡完成可以发现每一个模块都分离成几十片相同的图形结构 因此每一个图形的颜色都基本相同 至此就可以进行最后也是最重要一项的制作 那就是将贝壳粘贴固定在器器上 这一项不但考验手艺人的技术而且对其审美也有着极高的要求 直接决定了此项工艺的成品品质 所以一般都是工艺大师亲自上阵 而是工艺的成品质 然后在工艺上尽量的策略 所以有一种工艺的成品质 在工艺上尽量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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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贝壳粘贴完成并经过打磨抛光后 就可以将它们组装成一个手势盒 至此这款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工艺品就全部制作完成 简陋的贝壳经过工匠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 竟然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不得不佩服工艺大师精湛的手艺和精彩的创意 那么问题来了 这项传统工艺的名称叫什么呢 有知道的吗